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今集就和大家看一宗在澳門發生的罪案,又是和島有關的,我們現在就一齊看看是說了些什麼。 根據澳門日報的消息,一名內地男子之前以協助匯款去到內地為理由,騙取另一名內地男子5萬元,馬上輸光,借機走路,直到他之前經關口離境時被人抓了,他否認犯案。 這單案仍有待跟進,涉案內地男子姓5,37歲,報稱無業。案情就說,一名內地男事主向警方報案,就說在今月17號透過母親協助,委託吳某匯款去到內地清還卡數,雙方約在路坦某賭場見面。 期間,事主將3萬元港幣交給吳某,但吳某收到錢後即時轉身博殺,10分鐘內輸光這3萬元,更加要求事主借2萬元給他回門,聲稱事後要還5萬元給他,協助匯款回內地。 這名男事主見到這名吳某是母親的朋友,於是順以為真借了2萬元,結果吳某又再次輸清缸。 原本他以為吳某會順手承諾將5萬元回到內地,但等了好多日無結果,這名事主覺得自己被騙了,於是報警處理。 司警接手調查後鎖定吳某身份,在他經關閘離開澳門時將他接獲,經查問有人否認犯案。 司警起訴吳某涉嫌詐騙,移交到檢察院處理。 其實這名的事主都可以說得上是蠢,原本他輸了你3萬元,你看著他輸錢,跟著你還要給他多2萬元回到盤。 我講你知,賭仔好少可是可以這樣回到盤,10個有9個都是會輸光的,你借多少給他,他都是輸光的,不肯走嘛。 不要說他認識你媽媽啦,就算你是親戚朋友,只要他是有賭引,甚麼謊話他都可以說得出,我自己有見過不少。 身邊朋友亦都有這些例子,甚至他要申請將他父母進入黑名單都有人試過。 所以大家記得啦,如果那個人是賭錢的話,是有一條賭引,你就千萬對他要小心啦。 因為我自己是有朋友都是這樣的,是輸到說了大話,跟著欺騙自己的父母,欺騙自己的好朋友,欺騙所有人。 當年他的朋友是夾錢,把錢放進去賭廳後收息,他都是可以整份錢沒放進去,整份輸光的,這個是我自己親眼所見的。 所以大家真是記得記得啦,如果是個朋友有賭引的話,記得對他小心點啦,何況這件事還加是不是朋友。 自己媽媽介紹那樣的。 好了,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大家如果有什麼想說的話,就記得下面留言啦。 還有啦,就是看完這條片記得訂閱和給個like我們啦,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。